妻子国外出差半年 回来这天正好是我们结婚五周年的纪念日 我特意邀请了亲朋好友拉着横幅 买了她最爱的鲜花在机场等她 怕她提前落地 我早早就在出口满怀期待等着妻子出来 转头便看到她的男闺蜜也在 我的心里莫名来由地慌乱了一下 妻子下飞机后我立马围绕上去 念念欢迎回家还有纪念日快乐 我张开手臂满心期待她去忽视我的存在 转身走向另一边扑进了男闺蜜的怀里 接过她送来的鲜花 所有人都等着看我笑话我的笑容将在脸上 转手把花扔在了垃圾桶里 你们俩挺配的不如我给你们让路 我转身离开的时候许清念没有一丝挽留的意思 甚至当着一众好友的面吐槽 江露贤你是来的路上嘴巴吃屎了吗 说话那么难听一束话而已至于给我甩脸色吗 真不知道你又在发什么疯若是换作以前 我一定会当众给她的男闺蜜谢慕穿一拳 然后质问她什么意思 闹得所有人都下不来台 可是现在我只觉得眼不见心不烦 这段感情不要也罢 许清念是晚上十点钟才回来的 一进门便满心欢喜地安置谢慕穿送给她的花 脸上的笑意怎么也掩盖不住 今天是许清念出差回国的日子 也是我们结婚五周年的纪念日 为此我特意请了一天假在家安排了烛光晚餐 满心欢喜地去机场接她 可谁又能想到这一切会因为所谓的男闺蜜 闹得如此难堪 我把食物都塞进了冰箱里 只留了简单的一份个人餐 等忙完一切后许清念才有空用余光瞥了我一眼 纪念日你就吃这些 扫了一眼桌面上发现没有属于她的那一份后 许清念这脸色肉眼可见地黑了下来 皱着眉头质问我 不给我准备 该不会还在因为机场的事生气吧 难怪阿川总说你小心眼还真是如此 以往我只要一听到谢慕川的名字 都会莫名地感到烦躁 然后止不住地劝解许清念 和他保持距离男女瘦瘦不轻不要走那么近 可是现在我的内心却毫无波澜 我将吃完的盘子拿到厨房去洗 许清念却罕见地跟在我的身后 用复杂的眼神打量着我行了路嫌别生气了 今天不是因为有那么多人看着吗 我要是不接阿川送来的话 他会很尴尬哦 原来他也知道这样会尴尬 却丝毫没有顾及我的感受 我这次出差还专门给你带了礼物 我知道许清念这是在为今天机场的事给台阶 我和他之间向来如此 每一次他冲我发火过后转头送我一件礼物 这件事就会就此翻篇 等我从厨房出来 许清念已经把礼物拆好递到了我跟前 那是一只活着的小猫 或许是因为在盒子里待得太久 此刻变得有些奄奄一息 可我还是浑身忍不住颤抖往后退了几步 许清念就像是没有发现我的异常一样 许着那只猫一个劲地往我面前凑 怎么样喜欢吗 浓重的窒息感瞬间涌上我的心头 我只觉得喉咙肿胀的厉害 浑身也发痒难耐 为了躲避那只猫 脚下没才闻我整个人向后摔倒在地 捂着心脏极力想要吸取一些新鲜空气 我猫毛过敏 严重的时候可能还会致命 许清念看着我一系列的异常举动后 终于反应了过来将猫放在一边 对不起陆贤我忘了你猫毛过敏 你等着我马上去给你拿药 喘不上气的感觉让我大脑一片空白 偏偏这个时候许清念放在一旁的手机突然亮了 是谢沐川发来的消息 念念你送的内裤尺码不合适 下次记得亲自来量 我的心狠狠一致 转头就看到许清念一脸愤恨地盯着我 谁允许你看我手机了 人都成这样了 还想着世间我 我看你就是脑子有病 我没有反驳过敏带来的 是吸感让我的大脑根本无法运转 许清念嘴上这样说着 却也害怕会出人命 提议送我去医院 上车后却发现副驾驶的位置上 放着一盒情趣内衣 许清念脸色变了又变支支吾吾地解释 这是阿川送我的归国礼物 你也知道的 她本来就是我的闺蜜 我们之间无话不谈阿川送我这些 也是希望我们俩之间的感情越来越好 我没有理会 只是默默将那一盒 情趣内衣放在了后座的位置上 哦 挺好的 你不用跟我解释什么先去医院吧 我的语气始终平淡 甚至带着一丝疏离 我明明已经如她所愿 不去计较这一切了 可许清念却突然固执的 想要从我这里寻求一个答案 她不开车 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 陆嫌你不生气 我自然是知道 许清念为何会这样问阿 谢牧川作为她的男闺蜜总会 送她一些稀奇古怪的礼物 甚至有一次 还送了她一堆情趣用品 我发现后终于忍无可忍 和许清念大吵了一架 可换来的却只有她鄙夷的眼神 江陆嫌你的内心真的肮脏 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出差 难道还不能有自己的需求吗 你作为我老公 怎么还没有阿川体贴我 我真是服了你这种小心眼的男人了 一个玩具而已 又不是真人 你那么激动做什么 我被气得抓狂 重点根本不在这种用品上 而是就算他们关系再怎么好 谢牧川也是一个男人 送这种东西真的合适吗 可许清念从来意识不到什么 但凡我表现出一丝不满意 她都觉得我是在故意针对谢牧川 等待我的又只有无尽的争吵 可是现在这一切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我都打算不要了许清念 不要这段可笑的感情了 跟他们相关的一切 对我来说都可有可恶 见我不说话 身上的红疹却越来越多 许清念也不再自讨没趣 一路上把车开得飞快 到了医院后她却只是站在 一边抱着手机聊得不亦乐乎 时不时转头看着我独自忙上忙下 在各个窗口挂号排队问诊 医生说我过敏严重 需要住院休养几天 身边离不开人陪护 我抬头看了一眼许清念 她的手机铃声 却在这个时候不合时宜地响起 许清念动作很快 可我还是看到了上面的备注 牧川哥 念念我之前养的猫 好像丢了 她一直跟你比较亲近 你过来帮我一起找找 好不好 电话挂断 许清念连一个眼神都不曾给我 就往外走 像是想到了什么 她转头叮嘱了我一句 别多想那只猫 陪了阿川很多年 是她的命一个小时内 我一定赶回来陪你 说完她头头也不回地离开 医生给我开的药 有助眠的效果 我大脑昏昏沉沉 没一会儿便浑浑噩噩地睡了过去 几个小时过去 许清念一点消息也没有 等我再次醒来时 插在手上的输液针早已回血 我忍着剧痛 按了灵护士一边惊呼 一边帮我换针 你家属呢 不是今天专门嘱咐了 身边不能离开人吗 你们这些年轻人 就是不把自己的命当回事 我有些苦涩地笑了笑 许清念的眼里根本就没有我 又怎么会记得我还在医院 第二天晚上许清念回到家 发现我正躺在沙发上后 立马朝我翻了个白眼 出院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 我不是说了 回去医院接你吗 你是想害我白跑一趟吗 真服了你了一天到晚 就知道给我添堵 我不明白许清念 为何对我会有这么大的怨念 但这都不重要了 我有些无所谓地朝他笑笑 你不也没去吗 出院前我给许清念发过消息 他秒回说让我在医院等他 可转头我就刷到了 谢母川发的朋友圈 两人正在宠物医院给猫咪洗澡 那时候我便意识到 自己是等不来许清念的 索性打车回了家 许清念表情变了又变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几次张嘴想要说点什么 到最后也没能说出口 正当我准备回房休息时 他将一袋东西甩在了我跟前 猫的事情我不是故意的 这是重新给你买的 纪念日礼物打开看看 可我却不为所动 只是瞥了一眼 被许清念随意丢过来的包装 光是看包装袋 就知道里面装的是手表 似乎还是买豪车送的赠品 可我从来都不戴手表 想到这里 我略带一丝嘲讽地抬头 看向许清念 你什么时候见我戴过手表 还是说你觉得我只配 带别人不要的赠品 早在这之前 谢母川就给我发来了消息 当面挑衅 我看这辆车就不错 念念你当做生日礼物送给我吧 谢母川发完 看到已读二之后 又立马撤回 不好意思啊贤哥 消息发错了 没打扰到你养病吧 他也不管我回不回复 自顾自地说着 你这猫毛过敏的怪病 也该去好好看看了 念念那么喜欢小动物 跟你在一起 还真是委屈了 我不想跟他多浪费口舌 谢母川却把我的不回复 看作妥协 更加得寸进尺 他在朋友圈肆意宣扬 一连发了好几张豪车的照片 有个女闺蜜 就是好所有的愿望 他都能替你满足 我随意地翻了翻 却看到了一张经过处理的照片 不难看出来 两人在车里接吻 评论区还有不少 共同朋友在调侃 这车这么宽 能做的事情可太多了 你们就单单接吻 谢母川明显是高兴过头 一连回复了好几条评论 最显眼的莫过于那一条 改天事实 成年人的世界 都是点到为止 可我却懂了 我神情有些恍惚 脸上浮现出一丝自嘲 喉咙里就像是 懂了什么东西一样 刺痛难受 结婚三年 我的出行工具 只有一辆年久失修的车 而他却开着几十万的豪车 我不止一次 跟许清念提过换车的事情 仅仅是为了工作方便 可每次提起这件事 他都很不耐烦 那车子不是好好的能开吗 你能不能别那么物质 别总是看到别人想要什么 你就想要什么 就你那点破工资够干什么的 可我自工作起 赚到的所有工资 几乎都上交给了他 如今他却主动给他所谓 但男闺蜜 买接近百万的豪车多可笑 我的这一番话 无异于是打了许清念的脸 他朝我翻了的白眼冷笑 到江露贤 我不就是在你住院的时候 没有陪在你身边吗 你至于生气到现在 医院里那么多医生和护士 又不缺我这一个 但阿川他就只有一个人 万一出了什么事 你担得起这个责任吗 我有时候真的搞不懂你 为什么总是要故意针对阿川 和他计较我都跟你说了 我和他是闺蜜 我都没把他当男人看 你到底有什么不放心的 为了避免许清念 喋喋不休地说下去 我及时出声打断了他 我没生气 我心平气和地开口 许清念却总觉得 我在阴阳怪气 江露贤 你有什么话 不能跟我好好说吗 非得搞得这样阴阳怪气 那只表好歹也是个品牌 怎么配不上你了 我看你就是一天到晚 除了针对阿川 别的什么事也没有 真想扒开你的脑子 看看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 就你那工资 努力一辈子 也不知道能不能戴上 这样好的表 许清念工作环境比我好 他是在办公室高楼里上班 而我在投资失败后 只是在基层跑工作 因此他总觉得高人一等 每次吵架时 也会拿这个说话 一次一次无情地碾碎 我的自尊心 不知道是因为同样的话 许清念了 再次听到这样的话 我的内心竟然毫无波澜 我为什么要生气 我只是单纯地 不喜欢这个礼物而已 话若我转头盯着他眨眨眼 我应该有拒绝的权利吧 或许是因为礼物 被拆穿的是个赠品 许清念眼里 难得都出现了一丝愧疚 一会儿我们有个聚餐 我带你一起去 我拒绝的话还没说出口 手臂就被许清念 紧紧地拉住往外拽 无奈我只好跟着他一起去 就当是最后一次的聚餐回来 我就打算提离婚 然而刚到楼下 我就看到了谢牧川 他在看到我的那一瞬间 表情将了将闲歌 还真是一步多离不开念念 我们今天晚上 闺蜜局没想到你也去 谢牧川说着说着 还故意绕到许清念身旁 旁若无人地揽着他的肩膀 恨不得紧紧地跟他贴在一起 念念以前总跟我说 你有大男子主义 眼界高显我们这种聚会脏乱 现在看来好像也不是 许清念难得没有说话 脸色有些不好看的阻止 你今天的话怎么这么多 被说了的谢牧川也不恼 转身回了车上 不知道拿了什么下来 递到我跟前贤哥 这都是念念的贴身衣物 上次他落我这儿了 我都亲手给他洗干净了 正好这次你就顺便带回去吧 许清念眼里闪过一丝慌乱 急忙走到我的身旁 抱着我的胳膊小声解释 陆贤你别误会 这就是上次出去玩下雨了 浑身淋湿了 所以才在阿川家换了身衣服我们 恰好手机上之前咨询过的律师 发来了消息 我忙着回复根本没空理他 只是敷衍道 这有什么好误会的 你们闺蜜相互洗个贴身衣服 也很正常 我这临时有点事 就不跟你们去吃饭了 然而我还没走手臂 突然被人拽住 转头就看到谢牧川 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贤哥你该不会是误会 我和念念的关系了吧 我们就是普通的闺蜜官而已 谢牧川原本的衣服拉链 不知道什么时候拉了下来 我一眼就看到了 他脖子上挂的那枚玉佩 是母亲在世时 特意去求来给我保平安的 不久前 许清念还告诉我 玉佩不小心被她弄丢了 我现在才明白 玉佩不是丢了 而是被她送给了其他人 可那是母亲留给我 唯一的东西了 前些年 许清念生了一场大病 医院甚至都给我下了 病危通知书 我害怕她出事 才将母亲送给我的玉佩 亲手带到了她的脖子上 祈祷着母亲能够保佑她 她说玉佩不小心 被弄丢了的时候 我甚至都没有过多的责怪她 只是默默自责 没有保护好 母亲留给自己的东西 然而这一切 被许清念看在眼里 就变成了另外一层意思 她不悦地朝着我怒吼 一块土的不像话的玉佩而已 你至于表现得这么伤心吗 搞得我好像犯了多大错一样 可那是 我话都还没说完 就被她无情地打断 姜路贤 你没完没了是吧 那个死人留下来的东西 你至于弄成这个样子吗 许清念愿意给谢木川 送什么我都不在意 唯独不能是这个玉佩 她明明知道 玉佩对我的意义来说有多重要 我紧咬着牙关 控制着自己内心的愤怒 上前一把将玉佩拽了下来 转头对上许清念不解的眼神 这玉佩她不配戴 也没有资格戴 我突如其来的举动 不可避免地抓伤了谢木川 后者一眼委屈地看了眼许清念 再度挑起话题 对不起贤哥 我不知道你讨厌我 已经讨厌到这种地步了 如果你真的不喜欢 我和念念接触 我以后都不和她联系了 你们俩千万不要因为 我伤了彼此之间的感情 谢木川边说还边带上了哭腔 搞得就好像 我怎么欺负了她一样 果不其然 许清念见到这一幕 彻底沉不住气了 她猛地冲上前甩了我一巴掌 怒不可恶地瞪着我 江路贤 你还要无理取闹到什么时候 我好心带你参加聚会 你反倒好还动手打人 非要闹得所有人都不痛快 你才会满意 是吗 我就不明白了 阿川到底哪里得罪你了 你要三番几次让她下不来台 你要再这样针对她 我们就只有离婚这一条路 可以走听到离婚二字 我的嘴角不屑地抽了抽 我和许清念在一起结婚三年 这大概是我第五次 听到离婚二字了 然而每一次都和谢牧川有关 有时候就连我自己都想不明白 许清念要是真的喜欢谢牧川 为什么不直接和她在一起 非要这样来彼此折磨 前四次我都因为爱她 无条件地选择了忍让 就是这一次 我不想再这样继续窝囊下去了 我想我的母亲 也不愿意看到我这样 想到这里 我抬头对上她的视线 丝毫不闪躲 好啊那就离婚 离婚协议 过几天我会让律师发给你 你记得签字就好 我说完这句话 就看到谢牧川眼里闪过一丝得意 他怕是早就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了 与他不同的是 许清念整个人肉眼可见地将在了原地 他满脸不可置信地看着我 两久后不屑一笑 江露贤 就算是闹脾气也该有个度吧 欲擒故纵这一套早就过时了 可我只是淡淡回复 幸不幸有你 许清念拉不下这张脸 赌气式地挽着谢牧川的胳膊 一同离开 走之前他还恶狠狠地瞪着我 别想着用离婚来威胁我 你自己在家好好反省吧 什么时候想明白了 我才原谅你 可我只觉得可笑 聚会没聚成 我转身回家享受美好的夜晚 然而电视正看得起劲 手机铃声却接二连三地响起 是我和许清念的共同好友打来的电话 我本想着忽略 可手机始终震动个不停 吵得我连看电视的兴致也没了 索性按下了接听键 贤哥 你可算是接电话了 电话那头明显松了一口气 念念姐今天晚上心情不好喝多了 现在吵着闹着让你去接他 我把地址发给你 你过来一趟吧 这不是许清念第一次喝多 他每次喝多了 都是我替他收拾烂摊子 帮他卸妆 给他换脏衣服 替他熬醒酒汤 可即便是我做的再多 许清念也一点也记不得我的好 我记得有一次 我会开到一半 就收到许清念打来的电话 让我去接他 那次的会议事关我升职 我从一个月前就开始精心准备 可无论我怎么说 许清念都不听 到最后更是用离婚来威胁我 江璐贤 我看你就是不爱我吗 我都跟你说了 我喝多了让你来接我 你还一个劲地推托 你要再不来 到时候我们就离婚 我就去阿川家睡了 无奈之下 我只好给公司道歉 请假 前往他发的地址去接他 可等我到了之后 才发现根本就没有喝多一事 这只是他们游戏中 play的一环罢了 见我生气 许清念也只会吐槽一句 你怎么那么死板 游戏都玩不起 一点幽默感都没有 行了 别在这扫兴了 看着兜凡 想起这些往事 我的内心又是一阵酸涩 电话那头 见我迟迟没回复 又问了一句 贤哥 你再听吧 我冷漠地开口 我没空 谢牧川不是在他身边吗 然后实在是醉了 让他去他家休息一晚吧 反正他们是好闺蜜 收留一晚也没什么 电话那头陷入了无尽的沉默 半个小时后 我听见了密码开门的声音 许清念一脸委屈地走到床边盯着我 江陆贤你今天怎么回事 为什么你一点都不在乎我了 明明我以前喝醉的时候 你总会嘱咐我少喝一点 也会亲自来接我 可是今天你不但不来接我 也什么都没给我准备 这确实是以前的我 可许清念从来没有听过 这种对牛弹琴的事情 我为什么又要一直做呢 我实在是困得厉害 突然被灯光这样一闪 有些烦躁地揉了揉我眼睛 哦 你现在不是回来了吗 没事的话就早点睡吧 许清念睡眠质量一直都很轻 以往我想睡个好觉都是难事 如今终于有了这个机会 我自然是不想错过 我翻了个身想要继续睡 辈子却被许清念一把掀开 他双眼通红地看着我 江陆贤 我都说了我和阿川之间什么都没有 你还要为这件事生气到什么时候 礼物我也买了 欠我也到了 你的脾气也该闹够了吧 即便是到了这种地步 许清念也依旧丝毫认识不到自己的错误 只觉得是我在无理取闹 算了 这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抬头看向他语气淡淡 哦可我真的没有生气死 无论你问多少遍 我都没有生气 以后你们俩之间的事我都不会误会 所以我现在可以睡觉了吗 我无所谓的态度把许清念气得不轻 他头也不回地摔门而去 我却在这一晚睡了一整夜的好觉 第二天早上等我醒来时 许清念却一反常态地准备了一桌子的早餐等着我 看到我的那一刻 立马上前抱住了我 陆贤 我们别再因为这点小事吵架了 好不好 你要是不相信我的话 我让阿川给你亲自解释 他一边说一边将手机递到了我的耳边 我瞥了一眼上面的通话记录 早就过去了一个多小时 哦 原来在我熟睡的这一个多小时里 自己的妻子在和另外一个男人包电话粥 看着我嘴角的笑意 许清念眼里突然闪过一丝慌乱 这 你别误会 我没怎么做过早饭 阿川对这一方面比较熟 所以我才打电话向他请教 聊得久了点 电话那头也传出了声音 是啊 贤哥 能娶到念念这么好的女人 你就偷着乐吧 别总是那么神经大条误会我和她的关系吧 我一直把念念当哥们看谢牧川说完话锋一转 对了念念 我记得过几天就是你的生理期了 还和之前一样来我家住吗 我帮你按摩许清念脸上的表情尴尬又无措 他猛地将手机抢过去 一把挂断 刚想要解释点什么 就被我直接打断 许清念 你不用那么紧张 我这个人没你想象中的那么小气 你和谢牧川挺配的 找个时间把离婚鞋一签了 我好给你们同位置 到时候你们结婚的时候 记得给我发张情帖就行 我得做主桌 毕竟也算是我撮合的你们俩 我笑得散漫 不知为何我明明是在笑 许清念却总觉得有什么东西在流逝 他一改常态 难得的没有冲我发火 而是一脸紧张地拉着我的手想要解释 陆贤 这些都不是你想的那样 不管什么我都可以给你解释的 我却只是轻轻地摇摇头 抽出被他拉住的那只胳膊 念念 我说了你不需要跟我解释什么 我也是真的觉得你们两个很般配 谢牧川知道有关你的一切 也比我更懂得照顾你 你和他在一起肯定会幸福 他却发了疯一般的否认这一切 没有 不是这样的 我没有和他在一起 我和他就只是朋友关系 陆贤 算我求你了 你让我跟你解释好不好 我知道 你是因为他送我的内衣生气对吗 阿川以前在国外待过 他的思想比较开放 所以才会那样没有边界感 他没有别的意思 还有那个玉佩 我不是故意要瞒着你的 是阿川说他要出去谈个生意 那个地方很危险 我知道这个玉佩很灵验 所以才想着借他带一带 等他合同谈成功回来后就要回来 我没想过给他陆贤 我们光是谈恋爱都谈了五年 结婚三年 那可是整整八年的时光 人生又能有几个八年呢 你为什么就不肯再相信我一次 可我却只是用复杂的眼神 盯着眼前的人 原来他什么都知道 他知道男女之间 送情去内衣是没有边界感的行为 他也知道玉佩对我来说很重要 可许庆念却从来都没有拒绝过什么 我不是没信任过他 反倒是我信任的太多次了 才会被他弄得遍体鳞伤 如此狼狈不堪 我上班要迟到了 有什么事以后再说吧 说完 我偷偷也不回地离开了房间 关门的那一刻 我看到许庆念就像是一个 失魂落魄的娃娃一样 目不转睛地盯着我 我记得之前每一次我失控的时候 他也是这样地敷衍我 现在怎么角色置换了呢 下午我提前完成工作后 跟老板请了假 静止地去了一趟律师所 处理离婚官司的律师 是朋友介绍的 听说他手上从无败尽 我去的时候 他早已坐在了大厅等我 江学长 终于见到你了 不过好像这种时机不太对 林昭昭有些尴尬地挠了挠头 我却愣在了原地 脑海里思索了好半天 都没有想起这个人是谁 反倒是林昭昭看出了我的窘迫 主动做起了自我介绍 江学长你好 我叫林昭昭 和你同一个专业 同一个导师 当时你在学校可是我们的风云人物 我不止一次听导师提起过 你是他的弟子 也正是因为你 我才坚定想要做律师这个行业 听他这样说 我点了点头 这确实是我导师能做出来的事情 之前的毕生梦想就是做一个主持工作的律师 后来遇见许清念后 这一切都变了 他嫌律师专业的工作太忙 没空陪他 吵着闹着让我换工作 我没答应 后来因为一次案子失败 受害人的家属 把一切责任全部怪在了我的头上 我因此赔得倾家荡产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 许清念都拿这件事说事 当初都说了让你换工作 换工作你不听 现在好了 还害得我跟你一起吃苦 真不知道你脑子里装的是什么 你那个破律师工作有什么好的 我的信念就是崩塌 从那之后再也不从事 跟律师有关的任何工作 学长 你怎么了 林昭昭见我脸色不太好 还以为是自己说错了什么话 有些紧张的开口询问 我这才回过神来 立马调整好自己的状态 没事 离婚的相关事情就要麻烦你了 林昭昭立马展现出了自己的专业素养 学长你放心 师哥那天告诉我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就已经把这个案子里的差不多了 你现在只需要静待时间即可 到时候如果对方不同意离婚 可以直接上诉你手里所掌握的那些证据 足以判断它是婚内出轨 只是现在婚姻法的判定界限很模糊 单凭这一点是很难顺利离婚的 如果可以的话 还要麻烦学长你再多收集一些证据 我和林昭昭一直聊到了很晚才结束 这期间我的手机一直响个不停 我抽空看了一眼 全是许清天发来的不痛不痒的消息 陆显 你下班了吗 今天晚上要一起吃饭吗 我在家里做了你爱吃的那些菜 下班前记得跟我说一声 我过来接你 或许是因为我太久没有回复 又或许是因为早就过了下班的点 许清天的消息里透露着一丝着急 陆显 还没有下班吗 菜都凉了 你什么时候回来 记得提前跟我说一声 我把菜热一热 以前这种击破的角色从来都是我 聊天记录随便往上翻 清一色的都是绿色 许清天似乎从来不会主动回复我的消息 甚至有时候还会觉得烦 发了一句怒吼的语音 江陆显 你难道就没有自己的事情要做吗 整天围在我的身边做什么 你所谓的那些关心我都不想回 你不觉得很烦 很无聊吗 我是一个成年人了 难道还不能有一点属于自己的私人空间吗 我不回家去哪 我真服了你了 别总是给我发消息打扰我 烦死了 想到这里 我索性把手机开的静音放在一边 等一切都谈妥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十点了 刚出了律师所 手机就收到了许清天打来的电话 电话那头 他的声音带着一丝委屈 陆显 还在忙吗 我给你发的那些消息怎么都不回 我被他吵得有些烦恼 敷衍地回答道 在加班 有事 电话那头却突然变得激动起来 江陆贤 你骗我 我就在你们公司楼下 他们说你今天提早下班了 你再故意夺我是吗 许清天的声音听起来 仿佛随时都能哭出来 明明我以前最怕的就是他哭了 可是现在我的内心却毫无波澜 甚至有些烦躁 烦躁他的苦苦纠缠 想到自己的那些行为 我突然有些自嘲地笑了笑 还真是难为他了 原来被不喜欢的人纠缠 是这么苦恼的一件事情 许清念 我也是个人 我难道不能有属于自己的隐私吗 你现在怎么管得那么宽了 怎么 我还得把自己的行程意义禀报给你吗 你怎么那么闲 我的一连三问对的许清念一句话也说不出口 他欢乐地想要解释什么 却始终说不出来 因为这些话 他曾不止一次地跟我说过 回旋标扎到自己的身上后 总是不好受的 我听着许清念带着哭腔的声音再度响起 陆贤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只是想关心关心你 我在家做了你最爱吃的那道菜 你以前不是一直想让我给你做吗 我 许清念话还没说完就被我的魔的打断 我已经吃过晚饭了 再说了 一道菜而已 吃什么吃谁做的不都一样吗 没什么区别 你以前都不曾做过这些事 现在做又有什么意义呢 这也是许清念曾经当着我的面说出来的那些话 如今我也是原封不动地还给了他 陆贤 别说气话 你现在在哪 我来接你好不好 我觉得我们有必要好好谈谈这次 我没有拒绝 确实也该好好谈谈了 这样的生活我一天都过不下去了 我也不想继续跟他演戏 太累了 许清念开车过来时 我就坐在律师所的门口 他看到公司招牌后 整个人弄在了原地 好半天后才颤颤巍巍地开口 陆贤 你来律师所做什么 这不是明知故问吗 明明上次我都已经提了离婚的事情 事到如今我也不打算继续隐瞒 索性全盘拖出 将手里早已拟好的离婚协议递给了他 许清念 这是今天我找律师谈好的离婚协议 其他都没什么 你可以看一下财产分割这一项 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 就可以签字了 我的语气始终很平静 许清念却发了疯一般的 将离婚协议刺了个粉碎 我没答应 江璐贤 我没答应离婚 我们不是说好了好好谈谈的吗 为什么你要给我这个 我只是冷漠地 看着他发疯的样子 等他平静下来后 才缓缓开口 我们之间除了离婚 我始终保持着一种平静的语气 可我越是平静 许清念内心就越是烦躁 他总觉得我不该是这样的 可他又说不上来为什么 陆贤 先上车好不好 上次你住院医生特别嘱咐过我 你不能受凉迟来的关心 永远都比草剑 我没说话 但身体是自己的 我没必要跟自己过不去 上车后 车内浓重的香水味 熏得我有些喘不过气来 那是男士专用的香水味 我不动声色地打开了窗子和换气 许清念却又开始慌乱地解释 陆贤 这是 我没给他解释的机会 反正我都不在乎了 许清念 人没必要跟自己过不去 我是真的不在乎你和他之间的事情了 相反 我反而很赞同你们俩在一起这件事情 至少他是了解你的 我每说一句话 许清念的脸色就变得苍白一分 因为他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我 此刻在他眼前的是一个说一不二的我 一个再也不爱他的江陆贤 一路上我始终沉默不语 许清念几次想要找话题 打破这份沉默都被我给拒绝了 回到家后 门打开的那一瞬间 他就从背后紧紧地抱住了我 江陆贤 我们不要再吵架了好不好 我从来没有想过和你离婚这件事 我知道你不喜欢谢牧川 我现在就可以当着你的面 删除和他所有的联系方式 我以后都不跟他联系了 这样可以吗 看吧 他还是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 就算没有谢牧川也会有其他人 许清念的态度决定了我和他之间的感情 永远都会有第三者插入 我用力掰开了他的手 后退一步跟他拉开了距离 冷漠地看着他 许清念到底要我怎样说 你才会明白这一切呢 我是真的不爱你了 没有了爱的支撑下 和你在一起的这段日子 对我来说真的挺痛苦的 一开始我也想过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可这样下去那就不是我了 你明明什么都知道 你知道和谢牧川这样的关系 对我来说是不公平的 可你从来都没有想过改变什么 不是吗 这就已经是你给我的答案了 或许我们曾经真的相爱过 但这份爱在谢牧川几次三番插入其中时 早已变质了 再这样下去只会让双方都很痛苦 离婚协议 我明天早上会再给你一份 如果你不打算签字的话 我已经找好了律师直接起诉你 我不想我们之间闹得太难堪 你好自为之吧 房子是你当初买的 我一会儿就会收拾东西搬出去 就此别过我收拾东西的时候 许清念只是在一旁红着眼 看着我并未阻拦 可当我真的要走时 他又拉住了我的胳膊 江陆贤真的要闹到这种地步吗 我明明已经做了这么大程度的退让了 你为什么就不可原谅我一次呢 我只是默默地看着眼前的人 出轨永远都只有零次和无数次 更何况他们之间做的那些事 早已超过了正常男女之间该有的界限 我走后一个月 许清念始终回避不愿签离婚协议 既如此 我也没必要留最后的情面 我将手里所有的证据都给了林昭昭 成功起诉他 因为流程繁琐的缘故 几乎是花了半年的时间 我才成功地拿到离婚协议 这半年里 许清念就像是变了一个人一样 头发乱糟糟的 人也没有了之前那么的精致 从明证局出来时 许清念双眼通红地看着我 想要说点什么 我却先他一步打断了他 许清念 就让这一场闹剧到此为止吧 人应该往前看 而不是在原地踏步 如果可以的话 我希望往后余生都不要再遇见你 他眼里的最后一丝光终于灭了 落日照在我的身上 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放松 这一切终于结束了 全文完